有家庭的烦恼 甚至也有健康的困扰 我们有时候就听到弟兄姊妹往往会问 神到底在哪里 信实的神到底在哪里 神给我的逆许在哪里 为什么在我还是面临这样的苦难 面临这样的苦痛 面临这样的挣扎困难 神到底在哪里 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今天的话呢 那我们就想正好借着《出埃及记》一章一到二十一节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思想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通过神在历史中的作为 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 好 我们一起先来读读读神的话语 我读单数节 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 以色列的重子 各代家眷和雅各一同来到埃及 他们的名字记在下面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 并且繁茂自其强盛满了辣地 有可人生养众多 西方西来 去以色列人开提 因为他的百姓说 看哪 这以色列人有我们还多 又比我们强盛 白包 我们主持有小弟 带他们 我怕他们都出来 日后我们主持有小弟 去以色列人 去以色列人 去以色列人做工 于是埃及人派公公辖子他们 加重担苦害他们 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基火城 就是以东和南塞 是越发老建造的 是越发老建造的 他们越发老建造的 越发老建造的 越发老建造的 爱及人就以色列人烦恼 爱及人延延地使以色列人做工 有西伯来的两个收生佛 一个叫苏伯拉 一个以名普派 埃及王对他们说 你们为西伯来福人收生 看他们领域的时候 若是你男孩就有男孩 若是你男孩就有男孩 但是苏伯婆敬畏神 不照埃及王的吩咐 已经存留男孩的性命 埃及王抓了苏伯婆来说 你为什么做这事 存留男孩的性命呢 苏伯婆对法老说 因为西伯来福人 与埃及福人不同 西伯来福人本是健壮 苏伯婆还没有到 他们已经生产了 苏伯婆 从后代苏伯婆 以色列人多起来 一起长生 苏伯婆因为君为神 神殿教他们成立家世 感谢神的话 以我们一起来等个祷告 天父谢谢你 谢谢你按着你的时间 把你的话语共留 耶稣 恩主 祝你圣灵充满我们 来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能够从 你当年在以色列历史中所的作为 在今天 要让我们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知道 你是那一位掌权的神 你是那一位心事的神 恩主 把以下的时间 公公盡盡仰望在你面前 求你与我们同在 求你来开导我们 求你来与我们同行 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母 阿们 这段经文是在 出埃及记的一章一节到二十一节 那大家熟悉圣经都知道 在旧缘里面一开一篇 就是五卷 佛西五经 创世记出埃及记 列为记 尼书记生理 那我们这段经文呢 在这个黄色的部分 在出埃及记的一开头 那我首先想告诉大家的是 我们这一段经文呢 它是放在整个 五卷西五经的这个线里面 因为在出埃及记的 一章一节的第一个字 其实在原谅的文字里面呢 它前面有一个连接词 在英文里面的爱 或者和 可以我们就知道 它这其实第一章第一节 并不是说一卷新的书的开始 它其实完全延续上文的 也就是说刚才我们读的一章一节的第一个字前面是有一个连接词 连接上文的 那所以说我们这段经文是和前面的创世纪是 就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那我们大概回顾一下 从创世纪一开始 记载了神创造天地 创造人类 那使徒犯罪 那然后呢 那 把他们赶出一内缘 然后呢 最后人一口犯言 满了口众多 然后在洛亚的时候呢 又犯罪 那这时候神通过 拣选多亚和方舟来拯救人类 那之后呢 是拣选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是尼萨 比萨圣雅各 然后有约瑟的故事 这都是在创世纪里面记载的 约瑟呢 到了埃及 那最后兄弟因为 因为巴勒斯坦的饥荒到埃及 那最后和约瑟兄弟相认 那雅各带着所有的埃及 所有的以色列人下了埃及 与约瑟一起生活在埃及 那这就是前面整个 一个历史的一个背景 那今天这段经文的话呢 就是继续从这个埃 以色列人在埃及生活开始 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 在一章一节开始 以色列的种子 各代家居然和养各一旁来到了埃及 那下面就是一个家庭 那这一段的话呢 就是让我们知道 今天我们所要描述的故事呢 是延续着整个以色列的历史 是以色列人来到了埃及 那我们看到到了埃及以后呢 这里面有一句话说 约瑟和他的弟兄 并那一代人都死了 这一句话 好像是一个蛮残酷的一个现实 其实这一句话里面 它们原文里面出现两个字 两个同样的全部 全部 就是约瑟 约瑟和他全部的弟兄 以及那一代人全部 那一代全部的人都死了 两个全部 约瑟当年在埃及的时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是埃及最有权势的一个长相 掌管当时的日理埃及 但是那是第八节说 有不认识的约瑟 不认识约瑟的心往起来 治疗埃及 我们就发现这一段 到我们之后看到圣经里面也有中秋比方 一下子一百年几百年就过去 一个时代就过去 历史如洪水要往前飞流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就是时光灰熟 前面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故事 还有约瑟的这样的一些掌权 那不以埃及 不以以色列人 但是呢 时光飞溯 术月就说 朝代不明 我们就 当时我看到这一段 我就想起我们中文里面 有很多诗词都是描述这些东西的 好 我记得当年三国演义 有一首主题歌 马庚的一首词 滚滚长江 东湿水 腊滑淘尽英雄 那这里可能就是 滚迪洛河 尾湿水 腊滑淘尽英雄 社会成白转头空 青山亦旧灾 基督西洋 那这个历史是沧桑变化 我们就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呢 有这么一个事实 在第七节 以色列人生涯中风 并且帮忙极其强盛 满了那地 这句话把我们从 好像文人烧客一样的感慨 拉回到这里面来 因为圣经是要告诉我们一个 真实的一个 神的质疑 是什么 以色列人生涯众多 并且繁忙 这里面 云昌泽在历史岁月中 神的一个应许 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如果 创世纪熟悉的话 这句话是很熟悉的一句话 请大家再看一下这句话 加深印象 以后我们会看到 不到他出现 神的质疑众多 繁忙 强盛 满了那地 我们回到创世纪里去 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 神在创造万物 创造人类以后呢 神就已经有了这个意思 他们要生涯众多 变满地面 治理这地 然后刚才我所回顾了 那到了洛亚 洛亚方舟 拯救了人的这个存活 那对于 神对洛亚 同样有这样的祝福 和这样的意思 神赐福洛亚说 你们要生涯众多 变满地面 大家看到这些字 是不是很熟悉的 接下来 神简选了亚伯拉罕 神对亚伯拉罕说 我要与你定约 你的后义 极其反多 我要使你的后义 极其反多 我所用颜色 highlight出来的这些字呢 其实它在 原来的文字里面 甚至在我们中文翻译里面 都是相似 或者相同的字 生涯众多 极其反多 那亚伯拉罕 生以撒 那神对以撒 是什么祝福的呢 神在内列给 以撒写签 然后说 我要为仆人 亚伯拉罕的原部 使你的后义 反多 那以撒 杀了神两个 神对亚伯是怎么祝福的呢 神对亚伯说 我是全能的神 你是要 你要生养众多 所以我们看到 到今天的经文 神对几百年以后 在埃及的 以色列人 同样出现了这句话 说 你不要生养众多 并且反冒 极其详细 马南大帝 所以我们看到 虽然说 历史 长河这样 分有而是 但是在其中 神的逆许 从人类创造 到洛阳 到亚伯拉罕 到尹萨 到亚各 到今天在埃及人 以色列人 神的应许 从来就没有变 从来就没有变 人是很局限 人是很软软 我们一生的岁月 就即时连上 到百年以高 那我们看到 在一世岁月中 不断地变化 但是神的应许 全间受其诺 这是今天要 我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看到 就算是 约瑟和他的利索 并那一代人都死了 不认识约瑟的兴亡 也起来了 但是 神的应许 在七节 同样出现 你们要生养中 后 变化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今天 接着这一点 我们来试一下 在神的旨意面前 在历史场合面前 我们人 其实真的很局限 人的局限 和神的信实 真的是 完全都有 不一样的状态 我们说人 真的有时候 非常的局限 有中国有句话 他叫做什么 好了伤疤 忘了后 几十年了 几天伤疤好了 就忘了后 你看两个人 恋爱的时候也是 刚恋爱的时候是怎么样 如交时期 那这是三年以后呢 刚开始的时候 碰一下手 啪一下手 都有点 触电的感觉 是吧 那三年以后 像左手拉右手 有什么感觉 七年以后呢 七年之痒 我们发现人真的是很局限 很软弱 那我们看到 在人在忙碌中的生活中的时候 我们对于神最开始信主 最开始被神得着的时候 我们对神的那一份热心 那一份爱心 是不是也在忙碌的生活中 慢慢慢慢的就变淡 我们是不是慢慢的就把神给我们的供应 给我们的恩典 持以为常呢 我们是不是就把神给我们的应许 就慢慢忘记 甚至忘记了 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交付 这是需要我们来思想的 我想在这种 可能父母对孩子的爱里面 很容易体现这一点 我听到过一个姐妹跟我分享 她说有一天 她的女儿还在入校学 她女儿要请同班同学 到她家里来玩 她同学走了以后呢 这个女儿就给妈妈抱怨说 你为什么对我同学那么好 又给她倒水 又给她削苹果 你为什么对我同学那么好 这种抱怨你们听到过吗 这位妈妈听了以后非常难受 想来想对女儿说 你知道你每天早上起来 就能吃到的热的早餐 是为你做的吗 是你妈妈每天早上 提前大个小时起来为你做的 你知道你每天晚上 回来吃的晚饭 是给你做的吗 是我每天去开车买菜 每天在家里忙 你往忙外 为你预备 你知道你每天回到家 有个温暖的房间 是谁为你预备的吗 是你爸爸每天早上 五点钟起床 去新补的上班 缓贷款 为你预备的 你还记得你小时候生病以后 睡不着 哭 是谁抱着你 整手整手的抱着你 你从小到大学小地形 学钢琴 学这样学那样 是谁开着车 天天送你到处转 难道你把你每天得到的生活 都实以为常 都认为是想当难道了吗 这里面其实都是父母对你的爱 我听到这姐妹这样分享的时候 心里也觉得很惭愧 我想我是不是对我的父母 你曾经这样抱怨 当然更多是一种惊喜 我们对我们的天赋 有没有这样抱怨 我们其实每天都活在他的恩典里面 活在他的应许里面 但是我们可能把每天的东西 也会成为 甚至有时候还有怒慢 还有种抱怨 就好像这一幅画 这个人每天在这样的生活 忙碌于自己的工作 忙碌于自己的家庭 那有时候遇到不顺的时候 他还有种抱怨 但是其实我们把这一幅画 我们放大了开 我们放大了开 其实他保全的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 他完全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 给他立下的这个应许 是主耶稣用他的保全 给他立下的约理 他每天的生活 会在神的恩典和应许 但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 往往有时候容易见到 所以我们回到这里 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是什么 生养种多 其实生养这个字 在他原来的意思里面 就是结果实 就是结果实 而我们呢 神不是说到我们一定要生养多种孩子 而是说神在我们生命里面 要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因为主耶稣说来 他说他来 就是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所以我们迎着主 给我们丰盛的生命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就一样的可以接出 硕硕的狗事 这种属灵的狗事 这种生命的狗事 所以说神给我们同样 不要用这样的心意 要我们结果实 生养种多 在属灵的生命里面 结下朔朔零 美人的狗事 这就是我们特定的一面 在岁月里面 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的应许 这是我们的一段经文 我们下面来看第二段经文 在这么美好的一个场面 神给他们的应许是非常充多 可是苦难离道 逼迫离道 这个埃及人呢 看到以色列的那么多了 毕竟是异族 那么他们就有担心了 所以说埃及人呢 怎么做呢 他就派都工来挟制堂 挟制堂加重担苦害堂 来逼迫堂 那在历史考证呢 现在的考古学家考证呢 确实能够考证到当年 埃及人用以色列人作为奴隶 就一种苦工 奴役他们 那他们建造两座基货城 这个比东和兰塞 在现在考古历史上 还找到类似的一些遗迹 那两座基货城呢 就是建造一些仓库 一些储存的一些建筑 那在那个年代 以色列人就成为了奴隶了 在那个年代奴隶 是不算多的人 他们只是一个物品而已 那就跟他们上升人权了 所以说以色列人在那样的一个苦难逼迫下 他们是公的父母 而且在下面的经文13节说 埃及人他是严严的 使以色列人作共 这个严严的就是很严厉的 很苛刻的 没有什么宽容的 那在这样的逼迫苦来下 以色列人怎么样 他们信仰很多 对 同时他们感觉到苦啊 所以说在十四界里面 他们说他们觉得病 所以我觉得圣经记载真的是很现实 我们真的从中看到圣经的真实性 以色列人没有说 好像因为真的苦难 你到的时候我们是谁心里觉得苦 我们真的还是觉得非常的痛苦 所以以色列人同时当时 他同样觉得病苦 但是呢 确实像 大家在节目上说 神的遗述在这个苦难里面 一点都没有变好 所以说在第十二节里面这么说 只是越发苦害他们 他们越发多起来 越发蔓延 而这个多起来 蔓延 这里面有一些字 和刚才的那个生养众多 变了越满全力 与这些一样 再次的重复了神的遗述人的遗述 我们才看到在苦难里面 神的应许真的没有变化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 在苦难中 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当这里就带出来了一个 比较困难的问题 比较深奥的问题 我们基督徒到底会不会遇到苦难 我们的基督神学告诉我们说 不会的 但是我们接生处地的色生处地 我们来想 为什么呢 我们不是神的玄秘吗 我们不是受神的祝福吗 以色列人说我们不是神的资民吗 你不是给亚伯拉罗给我们祝福 说你要祝福我们吗 为什么我们现在居然沦落到一个被奴隶的一个状态 我们是受着辞的苦难 我们面临这么大的苦痛 这是为什么 神迷在哪里 你的历史到底在哪里 这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有没有问 十千年前一样的有一个问 约伯问过这个问题 约伯记里面记载 神怎么会是 为什么我们会面对人的苦难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 神在圣经里面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 神回答因为我说 想想我是谁 我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 我是掌握这个世界的神 神清楚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是神仍然掌权 纵然你在苦难中 纵然你在不确定的意识数中 神仍然掌权 因为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 神只是告诉我们这一点 所以说有句话说得很好 不要从苦难中去看神 而要透过苦难 透过神来看苦难 因为若我们从苦难中去看神 我们人是动物肉 就刚才说到 人在苦难中 你去看神 你只会把神看得也会动用 但是 若我们透过神再来看苦难 我们就从神那里 得到了力量 得到了平安 得到了不一样的眼光 我们就得到了 如果胜过苦难的力量 我们就看到了神在苦难中 与我们同行 因为主耶稣说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 所以弟兄姐妹 在苦难中 我们更多的是要来仰望神 那有一个故事 非常有意思 就是有一个人他晚上做梦 他问到和神在沙滩上上梦 那他回首过去呢 看到沙滩上留下了脸航脚印 那是神陪伴他一生走过来 但是突然他后来发现 有些地方呢 只有烈航脚印 而那些地方 恰恰是他曾经 最艰难 最烈航脚的时候 于是他就很疑惑 他就问了神 我说主啊 他说我当年认识你 信靠你的时候 你告诉我 你给我一句说 你这一生都要陪我度过 为什么 因为是在我最困难 最艰难的时候 最难过的时候 你却弃我不管 只留我一个人去面对 你为什么与我而去呢 主耶稣转过头 望着他说 孩子 我已经学过你 我一生都没有理解过 你所看到的那一行降力 是因为在你走 受到最艰难 你在受苦劣 受低迫 受苦难的时候 是我抱着你走过的 那一行降力 是主耶稣自己 用他钉横的脚 用他钉横的手 抱着我们走过的 所以说弟兄姊妹 在苦难中 神仍然有我们存在 那句诗哥说得好 神未尝应属我们天上常来 主耶稣说这世上 神仍然有苦难 但是他唯一的艺术 他艺术我们 他与我们一路同行 是永远不改变的 那我们会思想 那神里既然找权力 爱我们 离开我们很好 为什么要找苦难来呢 那能不能就不要有这么多苦难的领导呢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问题很难没有 这个问题很难没有 但是圣经上说 神的智慧高过人的智慧 神的质疑高过人的质疑 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 或许这就是神的奥秘了 这里面或许有 这个世界受到罪的污染 的缘故 的后果 或许呢 有啥瓣的攻击 有啥瓣的破坏 或许呢 还有神更超越的一些计划在里面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唯一清楚 唯一知道的是什么 就是神是全能圣经的神 神是全能公立的神 神是全能良善的神 在神那里 没有一样好处都给我们 那如果我们真的坚信这一点的话 我们更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更要问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在苦难中来 更加的信号上 如何在我们的苦难中 来荣耀神 这是神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这是神需要我们去走过这一段道路 因为真的我们要信靠神的时候 真的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 神不光许许我们在苦难中与我们同在 祂其实还许许我们 我们在苦难中 我们还要得到更多的英雄 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说 越发酷害他们 他们越发多起来 越受苦难 他们越被逼迫的时候 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就更多的与他们同在里 他们就被发多起来 那在我们过去的岁月里面 我们有这样非常多的见证的如云彩般的围绕我 蔡苏娟女士 是一个活生成的见证 1890年 1890年他出生在中国的南京 1890年还是上一世纪 16岁的时候呢 他就在美国的宣教室到中国 他的宣教室呢 他就庆祖归向神 然后呢 他受了现代化的教育 精通钢琴和英语 于是他就陪伴这个宣教室走遍中国大地 到处为神传讲福音 并做见证 服侍神 然而 神的子民 神所祝福的人 但是在他41岁的时候呢 他却灭云了口大 他不幸感染了严重的悦典 而在1941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呢 正好是抗日战争的时候 他没法得到完全的医治 于是他的双眼 就不能再见光了 同时他的中文受到严重的损害 他就不能再行走 于是他的 精词后的半生 他都只有 躺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 在病床上度过余生 我们不好想不可 不好想想 我们今天还能走到神的店里面来进来 若我们只能躺在一个小房间里面 不能见光 不能起床 不能走路出来 作为一个神的福音的使者 他怎么办 他怎么服侍神 然而在这样的苦痛中 他坚定的心靠神 他不能起来 不能见光 他就用他的笔 用他的文字来传掌神的福音 他写了很多书 一本书叫做《暗事》之后 那他的文字 他的言语 激烈了很多人 非常多的 饥可不易的人 来到这个 他的这个小房间来拜访他 他的话语激烈了非常多的人 其中包括哥哥林老师和他的家人 神通过他的话语 让他以他的领盼 病床为讲台 以他的这个暗示 为神殿 发出神的光芒 来激励 早就会多人 在他生命中 同样结出这样 类类的共识 在他的书中他说 他早年的愿望 不仅没有一个实现 甚至长达几乎半个世纪 眼不能见 耳不能听 脚也不能心中 这是不是上课给我太残忍 不 他说诗篇中说 他会常留下一样好处 不给那些行动这么值得的 他在书中说 我不敢问上帝 为什么叫我生这么大苦 我只问他 要我做什么 我相信一切放生在我身上的事 都是上帝替我做的最好的选择 比我所有的愿望 都更能满足我的心 在他所安排的事中 我绝不失望 他们感谢主 蔡苏娟女士 真的是在苦难中 更加的幸福好胜 而她在苦难中 就更加的蒙神祝福 她在苦难中 仍然生养尊功 变满全力 弟兄姊妹 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历史 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说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病后 却不被忧气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时常常耐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历史 在苦难中 祂仍然与我们同时 祂的恩寿从来被离开过我们 祂的眼光从来被离开过我们 祂自己挥着我们 抱着我们 扛着我们 走过那一段 我们最艰难的岁月 祂更要利用这样的苦难 让我们从中 更多的能够见证祂 荣耀祂 让我们能够结出累月的共识 这就是第二点 苦难中 我们仍然不要忘记 神的医术 以继不成 再起 再生遗迹 这个埃及王是不死心啊 仍然 在这个冰泡下 他们仍然生养很多 怎么办 斩草除根 你人口繁衍很多吗 他就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从这个以色列人出生了 从来解决问题 他就给这个 接生佛 收出佛说 看到男孩就杀掉 这是狠狠狠的一招啊 这个在当年的话 埃及的国王 法老 你们我们去看这些电视 就知道啊 非常有诠释 那这个收生火呢 在他面前 一定是没有任何可以炼净的 更何况是希伯来的收生火 你还是 希伯来的 本来就是奴隶 那在这个国王的王力面前 他是没法抵抗的 好像以色列人就已经到了列祖的危险 在这个昏离来 危难的关头 危急的时刻 我们好像没有看到神的出现 文字里面没有太多描述什么 但是呢 我们看到了神因为了两位敬畏祂的人 有两个收生火敬畏神 有这两个敬畏祂的人 最后呢 我们又看到同样的 大家说 神的逆许 不断出现的那句话 第二世界 以色列人多强 极其强盛 埃及王的这个逼迫 这个很糟 不断的沉出不穷 但是神的逆许仍然不变 二世纪 仍然是这句话 以色列人多起来 多 多起来 生养众多 变满全地 以色列人越发的增多起来 所以我们看到 在危难关头 在危急中 我们仍然不要忘记神的逆许 神的逆许仍然比我们狂战 在这里我就想到过去的一个见证 这是一个宣教士 在非洲肯尼亚宣教的时候 他们的一个见证 当时肯尼亚的时候呢 正好发生叛乱 非常的动荡不稳定 那他们从在这个宣教的旅程呢 回到驻地的路上 要路过那个叛乱的地区 可是到了那个地方正好是往上 他们的车呢 正好有抛锚了 怎么办 他们非常的担心 但是无论怎么样 这车也发动不起来 他们祷告 他们得到神的逆许 他们宣读了这句经文说 我必安安躺下睡觉 因为独有你耶和华 使我安安居住 他们就安心睡觉了 那安安度过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天亮了 他们就找了那把车修好了 所以他们回到了驻地 那过了几个星期呢 他们就准备回美国来述职 在临出发前呢 肯尼亚当地的一个牧师 导致他们说 前几天呢 有一个年轻人 正好就是判断进去的 那个一个年轻人 来找他们信主来唱歌 年轻人说 几天前啊 一段时间前啊 他们那一群人呢 就看到有一对美国夫妇 车坏了 正好抛锚在他们那个地方 他们就想进回来了 他们那个晚上 就想趁着天黑杀人 劫财 当这群人趁着天黑 摸上那个车以后呢 突然发现 这个车的周围 怎么占了16个人 守护着这个车 不要着这个车 哇 这群人一看下次赶紧成皇 逃跑 这个学教士 听说了这个故事说 蛤 什么16个人 怎么可能 那天就只有我和我太太 我两个人啊 但是感谢主 他们解厚余生 能够平安的 但是他们很浪漫 哪里转出十六个人 然后他们就回到美国树枝 到了美国 他的部会 他的教会呢 他的教会有一个 祷告后外 就找到他说 你们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啊 因为有一天啊 就是3月23号那一天啊 突然神把一个很重的负担 他们发到我们心里面 我们必须要靠切地为你们祷告 我就赶紧打电话给我的教会同工 就来一群人 我们就到了教会的圣殿 我们就跪下为你们靠切祷告 这个是你听 3月23号 不就正好是我抛毛的那天吗 不正好是我抛毛那天晚上 他赶紧问这个祷告后来说 你们有多少人 十六个人 十六个 神使用这样的敬畏祂的人 使用我们圣徒的祷告 在灰难之中 来帮助祂 来拯救祂 来坚定祂的依序 神的依序坚定不变 神的话 神会对他们自己的话负责 所以说神在各处安排这样的一些 敬畏祂的人 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 在这一段故事里面 他预安排了 预备了两个 敬畏祂的受圣徒 在这个见证里面 他安排了一句 爱主的为他们祷告的人 神在危难中 自己或者说派出天使 或者说利用我们身边这样的一些弟兄姊妹 敬畏祂的人 来帮助 来完成祂的应许 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同样看到 先知 以利亚 跟这个 甲生的先知 斗法以后 那 他大送以后呢 被这个 王后耶稀别追杀 耶稀别给他说 明天这个时候 我叫送女的命 他吓死了 吓死了 他就怎么办 赶紧仓皇逃命 逃了一路又一路 最后把福德也丢下不管了 一个人就跑 逃到最后 他觉得走投无路了 到了最危险危急的关头 他给神说 神啊 你去我心里吧 他不想活了 他觉得走投无路了 但是神给他说 你起来 去搞另外一个座王 以利亚在王后的权势下 觉得哇 他追杀我 结果上帝说 王都在他的手上 你去搞另外一个座王 神又给他说 我预备了七千个人 不是说杀掉了只剩哪一个人呢 我预备了七千个信靠神的人 同样的 今天神也预备了多少信靠他的人 如云彩般的围绕我 这样的人 神要使用他 这样的人 神要托付他 那在以利亚的徒弟 以利沙同样遇到过这样的处境 他带着他的仆人在一个窗里 最后被大军围绕 敌人派了大军围绕他 没办法啊 他的仆人吓死了 我们又走投无路了 又到了威蓝关头 以利沙给众人说 你不要担心啊 他就祷告说神啊 你看他的眼睛吧 这个仆人打开眼一看 遍伤到火车火车火轮 camera 神的天使天君归到祂的 弟兄姊妹 所以从旧约 到新约 到今天 到我们的宣教士 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也同样 在威蓝的时刻 在危机之中 神要把祂自己伸出手 要把祂派天使 要把祂就使用我们身边的人 来帮助我们 来成为我们身边的天使 来救我们脱离危机 来达成我们的应许 这是我们的第三点 危机之中 我们真的不要忘记什么应许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最后回顾一下这21节经文 21节经文里面好像很多内容 但是我们看到这三句话 不断出现 第七节 神对以色列的应许 生养中国 12节 他们在苦难中 神让他们略乏增多 第二十节 在威蓝灌头 以色列人仍然躲起来 极其强盛 这三句经文 贯穿了整段经文 我们也就根据了三句经文 来得出今天我们 告诉我们的 在历史的长河中 在岁月中 我们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但是在苦难中 我们仍然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在我们的灰烂灌头中 我们同样不要忘记神的应许 因为神的应许坚定不变 神的话坚定不变 祂所有就有命令得利 祂的话语一旦出来就带着能力 祂给我们的应许将永生不变 因为我们的神是信息子 是信息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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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父谢谢你 你这样一位信实的神 你这样一位从亘古到永恒 你这样一位从起初创造天地 到今天能不能掌管这地 你这样的一位手 去爱我 爱我们这些无愧的人 爱我们这些丧作的人 爱我们这些局限的人 恩主我们这样的一些人的生命 摆在你的面前 是你自己的独生 孩子的宝血所换的 恩主我们唯有感 我们唯有信靠 我们唯有在我们生活之中 在我们就算眼不能见而奔听 我们就算一些人不能掌握的情况里面 我们仍然坚信 你是他一位信实的神 我们仍然坚信 你的应许永远不变 我们仍然坚信 你从来没离开过我们 你将一生帮我们同时 恩主求你帮助我们 更加信靠你 更加亲近你 更使用我们的生命 无论遇到任何的处境 我们都要荣耀你 主谢谢 听我们的祷告 更靠主耶稣基督得圣的准备 阿贝